网上搜索小孩起名价格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产业竟然有如此多商机 有人为了起名字不惜重金 在一些购物软件上 这些成交量多达上千 于是我想到了ChatGPT 今天这期视频可能会动了很多人的蛋糕 大家好,我是Steve 今天我们聊一聊当今大热的话题 就是ChatGPT 根据您提供的出生日期 孩子的出生年份是2022年 出生月份是3月 出生日是1日 时辰是0.35分 据此,我已经为您生成了孩子的八字信息 杨历生日 2022年3月1日0时35分 英历生日 新丑年正月念思日子时 孩子的八字为 新丑年以卯月物子日丁丑时 以下是对孩子八字的基本解析 新丑年出生的孩子 属于牛年 牛年出生的孩子一般具有情毛 实在 稳重 务实 耐心 毅力等优点 以卯月出生的孩子 一目喜见卯目 具有聪明 敏感 好奇心强的特点 物子日出生的孩子 物土为阳刚之土 有坚定 八字只是一个人命理学的基本信息 对于人的一生有影响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 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根据孩子的生成八字 我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参考 希望能够帮到您 起名原则 五行搭配 根据八字五行喜记原则 为孩子起一个五行搭配合理的名字 有利于个人命运的平衡和发展 英律流畅 好名字不仅要五行搭配合理 还要英律流畅 方便记忆和传承 有寓意 好名字还应该有一定的寓意 能够体现家长的愿望和期望 以下是一些可供参考的名字 男孩 以上仅是一些起名的参考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但是起名还需要考虑家族传统 文化背景 宗教信仰等方面因素 请您和您的家人一起商量 最终确定一个适合您孩子的名字 当然我们还可以问一下 事业运 爱情运 ChassGPT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取代 算明先生的工作了 当然有很多人可能会担心 AI会取代人类 据我目前测试来看 AI还有很多的错误 它可能也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 比如说这里 我在问他是否会动了算命大师的蛋糕 但是他并没有懂得这是什么意思 当我问ChassGPT 他是否会取代人类的时候 他回答出了 他只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工具 为了人类更好的获得知识 这个答案让人有点出乎意外的好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冷笑话真的很烂 我真的get不到AI的消点在哪里 很明显 在短期内是无法取代人类 他可能会帮你做一些 比如说简单的琐事 更多的是像是一个人类助手的角色存在 现在其实小爱同学已经可以实现 但是ChassGPT 它更倾向于就是说 它有一些学习能力 比如说它可以把网上的许多的知识 进行归纳总结 它会以一个自然语言的形式呈现 尽管可能它说的好多都是错的 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去不断地纠正它 告诉它哪里错了 然后不断地去进化 最终有一天ChassGPT可能会成为取代一部分人工作的工具 但还有一部分岗位 其实是这些AI它不具备的就是人类的情感 还有人类的创造力 如果没有人类的指令 没有人类的创造力 AI是不会完成自主的一些动作的 当然我们最终人类的理想是希望能够让AI更多的去参与到我们的工作 学习去帮人类更好的完成人类的发展 这才是AI存在的目的 如果看这期视频呢 相信大家也了解到ChassGPT到底能够干什么事 如果大家有更多更好玩的想法呢 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我可以一一帮大家实现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更多类似的内容呢 请保持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咯